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有了自己的隐身战因,从此以后,他身上的每一个点,都成为了吃瓜军迷眼中的热点,每一次出场,都能够吸引海内外无数目光,而这其中,就有我们曾经的老大哥,俄罗斯,我们知道,俄罗斯军工最近几年,日子,一直都过得挺紧巴的,好不容易鼓到出一架所谓的五代机,结果还是有军迷说出了真相,这不就是个拍扁? 罗德苏到27吗?实战能力我们不好多说,但是从俄罗斯军方对其爱理不理的态度来看,这后面的路实则是不好说了,眼看着这条路要走入死胡同了,俄罗斯人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,这条路走不通,那还有别的路可以走,隐身技术中国肯定是不会给的, 但其他技术就不一定了,此前有消息说,俄罗斯看上了我们歼20的雷达技术,想要用自己的逆火战略轰炸机技术来交换,这个消息有点惊人,因为逆火无论是航程还是在单量,都是一款顶尖的战略轰炸机, 而这也是中国空军当前最缺的,不过,我们目前真的需要逆火吗?答案是,根本不需要,目前,我军的轰6K,已经能够独挑大梁,并且航电水平也不是老大哥能比的,而且,不久之后,我们的轰20也将与世人见面,它对标的,可是美军的B2,相比之下,俄罗斯轰炸机除了载弹量和航程之外,其他的毫无优点, 而在航发领域,我国也有了自己的路子,所以,拿逆火来换肩,20的雷达这种事,我们这次不能同意,祝!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未经授权,禁止转载,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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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